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肥胖 疲劳 作息不规律 吸烟 都为痛风的高危因素 所以我们在药物治疗的情理下面 一定要避免这些以上因素 另外一个人体的血尿酸当中三分之二以上为类元性 食物来源只是小部分 所以我们70%的话 这些血尿酸70%都是靠肾脏排泄 只有当人体的代谢温暖产生效多 而肾脏又不能不足以及时处理多余尿酸的时候 才会出现高尿酸血润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生活方式积极干预的前项页 下面予以药物治疗 并且依据痛风的不同时期 比如说这个关节剧烈疼痛的时候 是吧 我们要可能采取一些止痛药物 包括肥胎体的药物或者是糖皮绿素 要根据患者有没有胜功能损害 或者有没有密药吸食 来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如果这病人有密药吸食的话 我们可能就不能用这个促进尿酸排泄药物 比如说本性马龙 是吧 我们就只能用抑制尿酸形成的药物 比如说肥不死他 这个方案的建议 我们建议患者 一夜到专科就诊 不要跟据说 哪个病人吃到哪个药效果好 自己去买药 自己去吃食药